哈喽大家好我是志鸿 今天想跟大家说说我玩猛猎人崛起的游戏进度 虽然说玩游戏的进度不是很快 但还是会想跟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给自己的记录 我觉得挺不错的呢 所以是想要做出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在上个星期7月7日 我主要是玩了训练任务 训练任务呢 其实里面的内容 我基础上也是懂得怎么操作了 会继续接下这些任务来玩 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在人物轻烫的右边打个勾勾 除了上次玩的狩猎的基础任务外呢 剩下的则是操龙和捕获的技巧教学 这些比较不热的部分 反而是在铁中生招式的部分 完全不给我交代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或许这也是给玩家成为魔物猎人的魔术套路吧 完了一段时间也应该能知道他对猎人 我们有什么好处 同一天呢 我自己也发现新增的内容其实是要自己安静去领取的呢 我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就回去拿了啦 呵呵 同仁也领养了两只水虫 一个叫豆腐和一个叫神乐 让他们俩训练训练升级升级 然后呢其实平时我工作通常都蛮累的关系 没办法有太多时间玩游戏 是不是就还是跑去修炼场打一打 抓抓手赶 也没有忘记一堆操作怎么用功 接下来就在7月12了跟上次玩相隔五天了 一样刚开不久就跑去修炼场念操作了 而在当天主要玩的是一星的村庄任务 也包括一个二星的剪辑任务 三位一体的年刀 也就是手里头 年幼龙王 然后一星的任务玩的部分 是两个收集材料的任务 和他两个小住宅的任务 过程中也花了一些时间在完成自由任务上 途中也有在加工店生产武器 我选择的是古镇湖宫 而当天呢到了战场上才进决 不是每个宫都能用抢进瓶的 而后才开始对宫有一些研究 我当时还不懂 傻傻的还生产了铁宫 因为我以为他能用的真装品 是所有的真装品 是以铁宫被我生产出来 没有用 随后呢 那一天雇佣了四只水虫 有两只暗龙猫 两只加尔克 一样带他们去到场特训 接手了潜水艇 选了一只暗龙猫上阵 那就是豆腐 收集素材 也就是这么多啦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的话 麻烦继续支持小弟我哦 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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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